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3C來報報 我是衛衛先生 大家都看到我們今天桌面上擺了三台筆電對吧 他們分別是 HP 的 Spectre X360 型號是 EF 2048 TU 以及這台 ASUS 的 VIVO BOOK S15 OLED 型號是 S5504 VA 以及微軟的 Surface Pro 9 型號是 QCP-00016 這三台筆電他們都有一個共同指標 就是全部通過 Intel EVO 認證 之前我們就有針對 Intel EVO 認證做過開箱影片 這次我們更進一步的 直接拿來三台已經通過 Intel EVO 認證的筆電 來跟大家解說跟開箱 首先有通過 Intel EVO 認證的筆電 我們要如何辨別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當我們打開來筆電之後 在筆電的 C 面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有貼上了 Intel EVO 認證的標章貼紙 這三台都一樣 只要獲得這個標章貼紙的筆電 基本上它的各項效能都會相對的穩定 如果假設你今天買筆電 不知道怎麼選 甚至是你已經做了功課 但還是不懂的話 那我可以建議大家 你可以選擇有 Intel EVO 認證標章的筆電 已經相對是高效穩定而且輕薄的筆記型電腦了 白花一點跟大家解釋好了 有貼上這個標章的筆電 我們就可以算它是從 90 分開始起跳 接下來我會從這三台的規格來切入 好好的跟大家介紹介紹 第一個部分我們就從 CPU 處理器的規格來看 HP 這台它搭載的是 Intel 第 13 代的 i7 處理器 剛剛的另外兩台分別是 第 13 代跟第 12 代的 Intel i5 處理器 那 13 代跟 12 代代數不一樣 到底有哪些差異呢 一般來說大家可能會認為 i7 聽起來比 i5 更好對吧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讓我們一起好好的看下去 HP Spectre X360 CPU 搭載的是 i7-1355U 這顆 CPU 是 10 核心 12 執行序 ASUS VivoBook S 15 搭載的是 i5-13500H 這顆是 12 核心 16 執行序 微軟 Surface Pro 9 搭載的是 i5-1235U 這顆則是 10 核心 12 執行序 依照核心數跟執行序的數字來看 這台裡面搭載的 i5-13500H 它的核心數跟執行序都是最高的 因此同樣是第13代的 i5 處理器 也有可能比 i7 來得更強大 因為我們在看 CPU 的時候 除了看它的世代跟系列之外 微碼的英文字母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代表的就是性能指標 從這三顆 CPU 的微碼 我們可以看出來有兩個不同的英文字母 分別是 U 跟 H 那現在在我桌面上的這兩台 它們就是 U 結尾的 CPU 處理器 U 指的就是低功耗處理器 一般來說低功耗處理器都會被安裝在輕薄筆電 甚至是像這樣的平板二合一 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低功耗的處理器 它比較不會讓筆電過熱 而這個也是輕薄型筆電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 畢竟輕薄的設計因為壓縮了空間 所以就很容易影響到整體機身的散熱 H 結尾指的就是 High Performance 也是給高性能筆記型電腦所使用的處理器 那這類型的處理器它不只讓筆電的效能更強大 它還縮短了筆記型電腦跟桌機之間的等級差異 當然高效能對比低功耗的處理器 它需要的散熱效率也比較高 所以假如是在輕薄型筆電裡面 搭載了 H 系列結尾的處理器 我們在硬體上就要更加留意它的散熱設計 總體來說 這三台筆電的 CPU 它都有達到 10核心 12執行序以上 所以總體 CPU 的效能 屬於中高階級 不管我們拿來用於文書、商務 或者是用繪圖、影像處理、創作等等 都完全沒有問題 接下來還有幾個重點 因為要通過 Intel EVO 認證 真的沒這麼簡單 因為當初 Intel 在 EVO 認證的測試條件 它的主訴求就是要貼近使用者習慣 來模擬實際應用的狀況 同時它也針對了使用者 在實際使用輕薄筆電的時候 它會在意到的 像續航力、休眠喚醒、快速充電 或者是連接 IOPOR 的支援 都有定下了非常明確的規範 既然它叫做高效輕薄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CPU 已經有高效了 那輕薄呢 我們實際來測給大家看 從外觀厚度我們實際來測量看看 這一台 Asus VivoBook S15 它實際的測量起來呢 大約是 1.9 公分 那這台微軟的 Surface Pro 9 啊 實際測量起來 大約是 0.9 不到 1 公分 那因為它是二合一的平板電腦 所以在設計上呢 會比一般筆記電腦更輕薄 那第三台 HP Spectre X360 呢 我們實際測量起來 我們實際測量起來 大約是 1.8 公分 所以這三台輕薄筆電啊 最薄的地方都不超過 2 公分 那現在有了輕薄 要符合 EVO 認證呢 在 IOPOR 的連接性上面 也是有規定的喔 HP Spectre X360 它擁有 USB Type-A 一個 Type-C 一個 以及兩個 Soundable 4 跟 Micro SD 卡槽 ASUS VIVO BOOK S15 在右手邊有一個 DC 印 一個 HDMI 一個 USB Type-A 一個 Soundable 4 Type-C 跟一個音訊插孔 在左側呢 也保留了一個 USB Type-A 微軟 Surface Pro 9 它擁有兩個 Soundable 4 USB Type-C 因為 Intel EVO 認證的推行 所以現在啊 不管是在筆電還是平板上面 Soundable 4 呢 都是一個非常基本的配置了 因為透過 Soundable 4 的傳輸 它最高啊 可以傳輸每秒40G的傳輸速率 這個是比我們過去一般筆電 USB Type-A 速度的四倍之多 那既然傳輸速率要快 除了資料之外 網路速度也必須要快 因此 EVO 的另外一個認證條件呢 就是你必須要搭載 目前最新的 Wi-Fi 6 無線網路技術 因為 Wi-Fi 6 可以提供更大的頻寬 讓我們在上傳或者是下載的時候 效率更高 尤其是現在的流行趨勢 我們常常會看像 Netflix 這種串流影音 或者是傳輸各種 4K 8K 的高畫質影片 還有需要即時通訊的線上電競遊戲等等 對於網路的速度啊 其實都還蠻要求的 而 Wi-Fi 6 跟 Wi-Fi 5 相對比起來呢 是快了三倍之多 而且連線品質還更穩定 那除了滿滿的 Aeroport 支援之外 主打輕薄高效的 EVO 認證 在重量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剛剛我們實際拿秤出來 測了這三台的重量 結果呢 是中間這台 Asus VivoBook S15 它實際測出來的重量呢 大約是 1.7 公斤 那微軟這台 Surface Pro 9 啊 實際測出來的重量是 880 克 HP 這台 Spectre X360 它實際測出來的重量是 1.36 公斤 那測出來的結果啊 基本上這三台都不會超過 2 公斤 而最薄的這台微軟 Surface Pro 9 啊 它甚至 1 公斤都不到 是我認為在這三台當中 最適合攜帶出去 而且最方便使用的一台筆電 只是這種輕薄筆電 我們帶出門 最容易擔心的就是電量 如果用到一半突然就沒電了 而且要找插頭的時候還真的找不到 這時候大概就只有崩潰兩字可以形容 那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啊 Intel EVO 認證 它針對續航力以及快速充電 也有訂出了相對應的條件 下一集我們就會針對它的螢幕 續航力還有快速充電 來做更多的介紹